仁仁 那麼今天就來下我們 忍者必須死了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 應該是昨天啦 4月7號的時候哲平才發現 原來有我們的新活動好不好 是我們這個 搜尋老闆娘好不好 這個老闆娘 哇 剩到一個斑掉 真的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出老闆娘這個角色 我覺得應該要出一下了吧 該出了吧 官方該出了吧 好不好 那麼來看一下搜尋老闆娘到底要幹什麼事情喔 哇 完全沒有看過這個欸 好酷喔 來了 酷炎器 緊急任務 請倉牙哥 請倉牙小黑立刻前往仁村村口集合喔 沒問題 這是我們的小葉 其實小葉應該也要出個角色才對喔 5分鐘之後 什麼事這麼急啊 小葉 是啊 剛脫下頭盔準備吃一口鮪魚飯糰就被你叫出來了喔 欸 這個居然沒有配音欸 這還蠻奇特的 因為以往來說的話 應該都會有配音才對喔 是這樣的 老闆娘已經多日未在仁村出現了喔 我有一點擔心她 就前往她的住處拜訪 發現她之前收集放在門外的貓糧都不見了喔 哇 而且還留著這張字腳 有沒有 深江前往赤木樹海 返流樹日 各位誤念 呵呵呵 看內容 老闆娘不是已經要離開仁村生極致了嗎 但是 但是事情恐怕沒那麼簡單喔 因為 因為 因為赤木樹海是出了名的自殺地獄 很多人都在那邊自益而亡喔 尤其是這個時節 總有人說在那裡聽到詭異的貓叫 因此森林管理局每年都在宁家TV上定時播放 珍愛生日的主席宣傳片 哈哈哈哈 而且 而且 噢噢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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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仔細看字條 上面還有水侵蝕過的痕跡 很有可能是淚水喔 所以 所以老闆娘有可能產生了青森的念頭 我們要立刻前往赤木樹海找回老闆娘喔 而且我發現阿 因為最近大家都在要我打什麼赤木樹海的東西 但是我還沒有打過啦 我就想說就是跟大家第一次體驗看一下那個 新的boss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就 來拍一下這個影片 我們再就跟大家打戰的時候 所以這一次好像會有新的那個敵人出現 超級無敵期待的哦 啊抱歉小葉我一直心急就把自己的想法先說出來了 不愧是倉雅哥哥 我們的想法那個完全一致呢 哎呦 看來小葉是喜歡倉雅的哦 哎 小葉有四木樹海附近地獄的相關情報嗎 四木樹海雖然是森林 但其實處在一座孤島上哦 每個月會有兩班渡輪固定時間接送遊客 上一班渡輪是十日前發的船 所以下一班會在五日之後哦 那豈不是沒辦法過去了嗎 因為島周圍的湖水並不生 所以掌握了潛水之樹的各位還是可以游過去的哦 往好處想老闆娘說不定也因為沒有渡輪留在岸邊哦 呵呵 如果沒有找到的話也只能利用我們那半吊子的潛水樹 前往樹木樹海了哦 出發了小黑 啊我最怕潛水了耶 哇 結果又是我們要做這種 哦 哎看裡面好多東西哦 它是從四月起 哦因為它是昨天才開始的啦 哎呦 欸很酷耶 來打一下吧 這邊後面有一個H什麼 停直升機的地方是不是 欸感覺這個好酷炫哦 樹海寶藏 這是什麼 怨靈的獸甲是誰的武器 無數死魚什麼 噢這只是一個加強的 然後有S加的這個卷軸可以用耶 這個要是要那個啊 應該是要用抽獎的那種感覺的哦 哎呦感覺還算不錯耶 而且還要送你一個寶物耶 還滿OK的這個活動 來 這邊的話呢 收集12個氧氣炮 然後收集18個氧氣炮 然後裡面有各種難度的哦 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看一下能不能取得好成績 忍鐘法音在本關卡失效是否要繼續帶的 哦那我們就不要用忍鐘啦 我們就用別的吧 不要用忍鐘了 那我們就 帶這個吧 GOGO 還滿酷炫的耶 居然有這種活動耶 如果多出這種活動的話 我應該也會玩得還滿開心的哦 這感覺滿酷炫 然後要去打樹海的那個哦 來 關卡來了 欸雖然我們沒有被那個 哎呦 氣小欸 人家不喜歡潛水 為什麼一定要人家潛水啊 哈哈哈哈 好難過 想吃火鍋 潛水了 潛水了 所以是水中戰爭欸 哇塞我的天 所以他們真的會潛水速欸 可以那個欸 氧氣快不夠了 呃 想回家 好可愛哦 哦 它上面會有那個氧氣條欸 然後你要去吸氧氣吧 對不對 哇 我的天啊 我快沒氧氣了欸 哦 氧氣球 水啦 吸到一個好像就可以補算滿滿的哦 這樣子 然後它好像是可以慢慢飄的那種感覺 欸 還行還行 好不好 這個小事伸手而已好不好 應該小事伸手 能不能給我更多的氧氣啊 我快掛掉了感覺欸 我好怕掛掉 哎哎哎哎 滿滿氧氣 吸起來吸起來 可以哦 哎唷 河銅欸 哎唷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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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哦 我的天 欸 好好玩哦 我真的覺得完全沒有讓我失望欸 這遊戲的設計 太省了 太省了 啊 完了 受傷了 沒辦法無傷了 天啊 哎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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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去死去死去 好多河銅哦 單觀感來說的話 應該對大家來說的話應該都還好吧 哎這居然沒辦法 可惜了 我以為是可以了 哎唷 好多黃花魚哦 嘿 打一下 而且你在這個水底啊 就是它跳起來那種感覺都有點 小浮空的感覺哦 哎唷這什麼 不過我們好像一直跳是不是很容易就那個啊 就是減傷我們的氧氣這樣子 會不會是這樣子的概念 吸一下吸一下氧 哎完了那個沒吃到 啊 又被吃到了 好難啊 這關要無傷感覺也是 也是蠻需要一些些那個 技巧性哦 哎來了 哇 是貝殼 呀 好美的珍珠啊 咕咕咕嚕嚕 咕咕嚕咕嚕咕嚕 嘿嘿 這樣哦 是講話啦 flix 是講話啦 要採珍珠是不是 哦 沒問題 水啦 還蠻有趣的 欸 有有有 全部都通關了好不好 大家看就已經到後面還有更大的難度了 就是我們那個困難啊跟那個好不好 我覺得還算是蠻有趣的 來看一下接下來的 土底蜜珠好不好 要先解除這個要收集25個珍珠哎 但是收集珍珠之之之 至於應該還是要就是吸一下 我們那個氧氣吧 感覺就還蠻難的好不好 氧氣還是得吸啊各位 還是得吸一下氧氣囉來來來 哎沒有哎就吸珍珠哎 不是還在氧氣啊啊氧氣了哎哥 他沒有氧氣的時候是會扣血而已啦好不好 那其實也還好是慢慢扣的 但是感覺真的是 真的是很容易那個哎 這要無傷真的超難的吧 哎我每次都飄下來感覺是不是不太好啊 哎每次要氧氣要死囉 哦天吼 啊會不會自己回血應該會吧 拿什麼珍珠啊小驕傲 哎好可愛喔這個 哇可以可以可以會自己回血就好 哎屁啊 哎這 這關 這關藍哎 這關應該要慢慢的跳跳跳過去吧 不然就是用零吧我覺得 這關是不是用零比較好啊可以用飄的 剛剛面應該是要三連跳慢慢跳過去才可以齁 哇尷尬了哎 哇 海底世界不簡單哎我的天 居然好不好 我以為很簡單但是看起來其實沒有好不好 哇尷尬了尷尬了 OMG OMG 等一下喔 我們這邊要快速往下 真的欸這邊一定會扣血欸 因為這邊一定會讓我們沒有氧氣啊 哇這關卡 不簡單喔 喔應該是要點兩下下吧對不對 對點兩下下 喔呦 完了完了完了 哎呦 別鬧了好難喔 吸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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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 等一下那邊這個 三連跳 還是要做這個 喔喔喔喔喔喔喔 做那個章魚啦好不好 章魚那邊它會幫你加速好不好 所以大家記得那個章魚是一個輔佐的東西 還不錯 哎要記得常用章魚 哎常用章魚 OK嗎OKOKOK 我收集這麼多根珍珠 因為還真的很多珍珠欸 太爽了吧 感覺換錢贏的話應該會很多錢欸 啊完了 啊完了 錯過了錯過了 好像要25個珍珠對不對 對啊25個珍珠 完了22個 哎我好像不夠了 等一下 我沒成功啊 GGGG 我沒有成功 撿了好多珍珠 GG 哇我沒有成功 尷尬了沒有三星啊 啊喔 還差兩顆啊 那邊落下來的地方太麻煩了好不好 那邊太麻煩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再打一場好了 然後我應該會 試一下先錄個幾集吧 然後 看能不能先那個就是 打到後面去好不好 要不然這樣如果我們就是 沒有先打的話 沒辦法跟大家一起打這個樹海喔 到時候應該會先錄個幾集 然後 直接就是後面直接連續放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活動關卡好不好 老闆娘消失 然後 海底世界來了好不好 他如果有各種關卡之後會出現的話 那我覺得真的是 會蠻期待各種的關卡的遊戲耶 因為你看像這次的話就有出現那個 我們的章魚啊 跟海底的生物來幫我們就是 干擾或做什麼事情之類的 我覺得還算是 蠻有趣的 只是這個珍珠啊 要吃真的是蠻麻煩的 而且這個真的是 會沒氣耶 我的天啊 而且這樣子自己扣血算不算那個 就沒辦法無傷啦 所以其實這關的話 也沒有 一定要無傷對不對各位 還是你們都有無傷 那你們也太強了 我這邊可以直接這樣耶 好 這邊就這樣子就好了 比較快 好 我們目標是25個珍珠 好不好 25個珍珠 加油 25個珍珠必須拿 好 12個 看一下如果有太難拿的我們就直接那個 直接火扇給他下去了喔 吃吃吃吃 好 沒問題 記一下位置 好 往下 炮炮 有 我這隻操控還不錯對不對 各位 還行吧 欸 少一個 這不會這麼刁鑽 欸 欸 完了 欸 這真的要全吃耶 要全吃才可以三星耶 哇 完了 那這邊 鐵一定要受傷過去了啊 欸 這邊要全吃才可以三星耶 欸 偏難偏難喔 真的是偏難喔 沒想到居然要全吃耶 喔唷 天哪 有沒有大家第一次就全吃的了 其實 就只要跳上去再試一下就可以了 只是我不知道原來他 他完全沒有給你那個 失誤的空間耶 他那個就是 他那個珍珠就是要給你全吃 你知道嗎 完全沒有給你失誤的空間喔 太神了吧 這遊戲 有沒有這麼的刁鑽 哇 考驗技巧捏 好 這邊的話我們再努力 但是我剛剛發現好像 不知道有沒有那個無傷的那個東西喔 還是其實 就沒有辦法無傷 因為這個 被氧氣扣到沒有血好像就是會一直扣血 這一定會損傷的 你看 這邊離這麼遠 這鐵一定損傷的 好 下來 上去 下來 上去 下來 吃 好 沒有問題 死 然後 招起來 招起來 記住這邊要全吃啊 必須得全吃 才能拿滿25個 我的天啊 但其實也是最後那兩個比較刁鑽而已啦 所以就那兩個的話看那邊要不要用個火扇之類的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完了 各位我沒戲了 我沒戲了 好 快到了快到了 我們走上面 我猜一個 L3C不簡單欸各位 不是啊 哪有人家這樣沒有容錯率的啦 很扯欸 沒有容錯率的欸 而且 那個什麼 就是被那個氧氣弄到好像是真的沒辦法那個 沒辦法那個什麼 沒辦法那個什麼 被氧氣弄到是真的沒有辦法有那個無傷的欸 好扯喔 這關卡 好扯喔 幹嘛啊 好扯好扯喔 沒關係沒關係 而且這個他後面還有其他更多的一些挑戰欸 這個才是最低等的挑戰而已欸 哇慘了 欸應該是那個吧 就是 我快沒血的時候我應該要用衝的 用衝的才可以就是比較快的那個 到達下一個地方吧 但是就也是滿容易那個 動到那個植物的 沒事沒事沒事 大家如果有一些無傷的方法的話好不好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哲平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 各位高玩們 高玩們高手們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的看法喔 我們目的我們就先把那個 三星給他拿到喔 三星拿到才是最重要的 哇 南上加南好不好 不愧是我們的 全新地圖海底世界好不好 恐怖喔 恐怖喔 來 吃 欸我是不是 我有漏掉嗎 剛剛他下面有東西嗎 幹不會他下面有東西吧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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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等一下等一下 不對喔不對喔 不對喔不對喔 不對喔我剛剛好像刷太快喔 是不是又漏了一個 不要喔 不要漏喔 不要漏喔 啊 喔唷 珠珠真的是很難拿欸 完了完了我要全神貫注了 我不講話了 我必須得拿到這個珠珠啊 三星才可以休息啊天啊 太恐怖了吧 欸真的是可以欸就是 你用快一點的話就可以那個無傷了這樣子好不好 所以 就是衝快一點對不對 就是要衝 就是要我衝快一點這樣子 好我了解了 欸沒有啊 那沒辦法欸 這可能就是 真的要衝快一點去施氧器啊 所以這全神可能都要用衝的這樣子喔 好沒關係我們先以 三星為主 無傷之後再說 那無傷也是可以盡量去拿啦 因為成就那些的話都會有一些那個 無傷的東西可以拿好不好 這個的話 你如果能夠無傷就盡量無傷 欸那如果你也沒辦法無傷的話 三星是鐵一定要拿的好不好各位 就是這麼簡單 他完全不讓我們就是在原地跑你知道嗎 他說你是人手就給我滑 欸就滑起來 你原地跑什麼東西這樣子 幹嘛啊你這麼嚴苛 天啊 太嚴苛了吧 而且他這邊有一大堆那個就是 就是下面或是上面的這種超麻煩欸 吃 吃 啊 喔呦 煩餒 喔 不是吧 完了我上面我一定要 我只要有要要 我要 我要剋血過去了 不然太麻煩了 怎麼這樣就是大家說的那個滑跳吧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滑跳吧是不是 我還是 還是小有一些技術的 OK吧各位 完了沒接到 可惜了沒有辦法無傷了 滑步 看來可以在這次的活動來練習一下 滑步喔 其實滑起來真的就 很像在 很像在當忍者你知道嗎 是真的忍者的那種感覺 但是就是要背圖欸我覺得一定要背圖 在那邊背圖的話很容易就 就翻了好不好 很容易就翻了 所以這款遊戲是 考驗記憶的遊戲你知道嗎 等一下後面會有那個 要麻煩就要來了 就是這裡了吧 我要慢慢來了我要慢慢來了 幹 歐~~~ 好啦我也沒很慢 喔這次一定行各位 別怕別怕好不好來了 車子放上去 車子排隊 車子松下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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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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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最後一個 啊~~~終於 喔喔喔喔 終於終於終於 謝謝大家 喔天吶 天吶 我的天吶好不好 欸 這真的是 有難到好不好 有難到 恭喜大家 大家如果是疑似過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這邊分享一下好不好 就是告訴哲平到底有多厲害這樣的感覺 沒有問題啦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先跟大家稍微介紹的就是我們老闆娘的活動 那這幾天的話 哲平會再繼續努力打下去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接下來的故事囉 那麼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喜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